-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玉,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橋。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第一位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黃世聰,石東哥你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還請到我們的商周總主比呂國珍,國珍哥好。 - 志玉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 我們的財經專家謝晨諺,晨諺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還有我們的軍事專家鄭紀文,紀文哥你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待會要加入我們的還有我們的財經作家尤婷。 - 那麼今天呢,首先我們先帶您來看看這個地緣政治,特別跟我們台灣比較接近的。 - 我們來看現在又爆發內戰,你說不是緬甸在內戰嗎? - 菲律賓現在也在內戰。 - 而且這當中似乎還揉了一些中國的因素在裡頭。 - 怎麼回事啊? - 提到菲律賓你就知道最近在南海上,中國跟菲律賓最近爭端很多,衝突很多。 - 菲律賓甚至到處去拉幫結緣,拉舊兵來,美國來幫他撐腰。 - 聯合的一個演練都在南海上。 - 那給中國很大壓力啊。 - 那我們來看看,現在菲律賓爆發內戰了。 - 大家就有很多人在問,這當中有沒有中國因素啊? - 為什麼這樣說? - 因為菲律賓的內戰是菲律賓的共產黨。 - 這個有所謂的菲律賓毛澤東之稱他所創立的這個黨,開始在菲律賓內戰了。 - 而且是認真的打起來了。 - 哦,這一打不得了。 - 大家說,哦,那中國又漁翁得利。 - 因為你們裡頭在亂的話,你南海上你是不是會放鬆一點。 - 那緬甸的內戰呢,現在也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 大家說啊,這個緬甸的內戰有一點像是中國代理人他們自己的內訌。 - 因為叛軍也是中國支持,政府軍也是中國支持。 - 現在打來打去的中國要調停,好像有一點調停不了。 -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先來看菲律賓的狀況。問問紀文哥。 - 資源,你該這個形容讓大家這個腦袋有一點混亂。 - 就想,哇,這個菲律賓和緬甸這些衝突,居然都有中國的影子。 - 我為大家梳理一下。 - 這個菲律賓事實上,過去以來長期處於動亂中。 - 比如說,剛才講到菲律賓共產黨。 - 菲律賓共產黨什麼時候成立的? - 開始武裝鬥爭,大概從1969年開始。 - 但在此之前,其實它是深受國際共產的影響。 - 我們都非常清楚,從二戰結束以來, - 共產勢力向各國進行一個廣泛的推廣、滲透。 - 包括東南亞好幾個國家,包括越南等等。 - 菲律賓其實也是一個環節。 - 在1969年之前其實就有共產國際,在菲律賓進行武裝鬥爭。 -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在很多地方興起, - 主要就是一些土地改革、貧富不均等等問題。 - 也因此就給予它進行相關宣傳和行動很好的一個溫床。 - 1969年其實開始,菲律賓共產黨正式在菲律賓進行對政府軍的一系列攻擊。 - 是。 - 當時最早的時候,我記得它的裝備很差。 - 只有機桿步槍,然後它的基礎群眾或者武裝團體, - 大概不超過8萬人以內。 - 金文哥,那個時候菲律賓的共產黨,他們還到中國去接受訓練對不對。 - 對,其實它原本是屬於馬列思想的國際共產黨。 - 後來看到紅色中國,開始向各國進行革命輸出。 - 因此它也派人到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的培訓、接受訓練, - 還有支出一些武器裝備。 - 也因此後來更正它的思想叫馬列毛。 - 就是極左的一個武裝鬥爭的團體。 - 自此開始在菲律賓國內進行一系列叛亂。 - 保守估計菲律賓八十幾個省裡面, - 有73個省有他們活動的蹤跡。 - 可以說騙擊整個菲律賓。 - 但是後來因為冷戰,還有它的最大支柱者中國, - 因為在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 - 還有它重點發展經濟和歐美和解。 - 慢慢慢慢這個支柱沒了。 - 因此最大靠山失去了, - 讓菲律賓共產黨後來它的形勢, - 還有它的整個身勢來講, - 越來越走下坡。 - 所以就是到了本世紀開始以後, - 其實它就逐漸沒落。 - 而且近年來它和菲律賓政府也達成一些協議。 - 就是我放棄武裝鬥爭, - 我很多人繳械投降。 - 這個情形有點像菲律賓南部的, - 沒落穆斯林回教武裝團體。 - 武裝團體原先也是很興盛。 - 大家依稀記得有一個阿布薩耶夫, - 之前還綁架很多人。 - 其實它的發展脈絡都一樣, - 後來和菲律賓也進行和解。 - 但近期就很有意思, - 菲律賓共產黨又開始武裝攻擊菲律賓政府。 - 這個時機點很妙, - 因為最近中國才跟菲律賓在南海上激烈衝突, - 他們兩國關係有點緊張。 - 然後你看共產黨又開始打內戰了, - 因為本來好像停火了好一段時間, - 突然間又打內戰, - 所以大家才會猜說, - 背後是不是中國在推波助瀾。 - 我認為中國的因素在這次菲律賓共產黨武裝襲擊, - 可能不是最主要絕對的因素。 - 大家都知道, - 只要有一些很嚴重的貧困問題, - 還有各地方發展不均, - 這種共產黨這種思想, - 其實它有很好的滲透性。 - 那保守估計, - 目前菲律賓在一億多人裡面, - 它的類似貧苦的民眾或者農民, - 大概保守估計有兩千萬人。 - 但總體來講, - 這次這個事件也讓大家勾起了, - 中非之間因為南海衝突, - 所引發的兩國嚴重的對立。 - 所以不管是不是中國在背後 - 推波助瀾推一把, - 但是菲律賓內部亂起來, - 對中國來講是好的。 - 這個當然, - 就是菲律賓政府就會感覺到, - 哇, - 我這個內部還形成很大的壓力, - 沒有辦法專注於與中國之間的 - 一種對抗、對峙或者周旋。 - 因此內部因素沒有辦法很好地穩定, - 事實上對於菲律賓來講, - 如芒刺在背, - 是一個很大的隱患。 - 當然這種衝突, - 事實上我們在緬北最近也看出來, - 尤其是緬北這個狀況, - 哇,最近打得不可開交。 - 還沒打完耶, - 本來說他們到昆明到中國都調停了, - 你們都是小弟, - 你們可不可以和好。 - 結果這個談是歸談, - 但是打照打。 - 大家還記得, - 政府軍其實是相關的代表, - 三兄弟聯盟, - 就是主要叛亂三支武裝團體, - 有進行一些和談。 - 大家覺得, - 在中國落選下, - 好像大家相安無事, - 會區域平靜。 - 但最近不是這樣, - 政府軍進行猛烈的一個反攻, - 山路初級, - 造成緬北這個形勢, - 其實越發混亂。 -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 菲律賓, - 不是, - 緬甸政府軍不是最大的靠山, - 還有它最大的支柱者, - 也是中國政府嗎? - 我認為, - 這一次緬北衝突, - 緬甸政府對中國方面也很不滿, - 認為, - 這個武裝團體越打越厲害, - 而且我的空軍, - 我的飛機還被你擊落, - 我的戰甲車輛, - 好多都被你殲滅摧毀, - 即使我們看途中, - 這個中國軍援, - 這個緬甸政府, - 這個勇士第二代的裝甲車, - 也有在戰場多所被擊毀。 - 建文哥我太好奇了, - 因為他們現在對戰的這兩方, - 他們的武器都是中國提供的, - 但是呢, - 是不是因為叛軍是最新拿到的, - 所以他的武器好像比較新, - 比較厲害, - 好像政府軍反倒是有一點打不過, - 對, - 之前就有一個很好笑的說法, - 就是叛軍為什麼火力那麼強, - 突然在路邊撿到很多先進的武器裝備, - 因此大家在網上紛紛猜測, - 這個是不是中國政府施起下默許, - 或者進行一個某種程度的支援, - 因為中國政府之前對於緬北這種詐騙, - 是感到忍無可忍, - 認為這個已經變成詐騙的溫床, - 這幾個家族扶植這些詐騙集團, - 而且緬甸政府睜一隻眼, - 閉一隻眼, - 不好好處理, - 讓中國政府忍無可忍, - 因此是不是鼓動這些所謂的三兄弟聯盟, - 進行一個攻擊, - 所以就給他一些比政府軍更厲害的武器, - 讓你們去對抗, - 因為他是新接收, - 我認為人員的培訓可能也有暗助, - 因此造成這次緬北衝突, - 緬甸政府軍節節敗退, - 但緬甸政府說, - 我要搞平衡, - 心裡想, - 哇,你中國政府暗助這個, - 叛亂組織, - 那我向印度求取更多的資源, - 結果也有一個說法, - 印度果然軍援一些武器裝備, - 真的給政府軍了, - 給於緬甸政府使用, - 事實上對緬甸來講, - 由於在中印甚至美俄之間, - 是他獲取最大利益的好處, - 因此他的這樣做法, - 一個彈性的調整, - 對於緬甸政府軍目前要維繫政權來講, -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方式, - 但就端視於未來, - 中國政府怎麼看待緬北, - 要怎麼解決, - 我認為後續還有很多值得大家關注的地方, - 對,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周邊, - 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 最近真的非常的動亂, - 緬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 現在菲律賓又亂起來了, -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樣的演變, - 我們再來看, - 但是講到了中國內部的問題現在也很大, - 現在他們一直在抓泄密者, - 而且他都把國家重要的情資情報都給外洩, - 記不記得之前秦剛, - 現在已經有人講說, - 普丁跟習近平講秦剛有問題, - 說他外洩了很多軍事機密, - 什麼導彈啊, - 最新啊, - 設計圖通的外流, - 所以你看不只秦剛啊, - 整個火箭軍都被一波清洗, - 最近又有新的哦, - 又是軍方高層, - 又被抓起來, - 又被解職了, - 好,那繼續帶您看, - 不只是國防的飛彈啊, - 火箭軍, - 現在連船都有問題嗎? - 好,我們來看這個高官射灘還泄密, - 又是間諜來的, - 又是把這些國家機密, - 卸給美國去了, - 誰啊, - 這一位他有中國航母之父之稱啊, - 這一位呢, - 他是當初山東號, - 他們這個中國非常自豪的, - 第一艘的航空母艦啊, - 他就是那個靈魂人物, - 好了, - 現在他被說涉灘, - 而且說他當官20年, - 他誤了好多黑錢啊, - 他誤了2.6億新台幣, - 然後呢, - 這錢怎麼誤來的? - 偷工減料嘛, - 但問題是, - 你蓋個什麼豆腐渣工程, - 那也就勉勉強強, - 但是這是航空母艦, - 這是中國的驕傲, - 你偷工減料怎麼行? - 所以有人講, - 是不是因為很少看到, - 航空母艦山東號出海去, - 是不是就是因為偷工減料, - 裡頭他的一個整個建造過程有問題, - 好, - 這個山東的, - 這個中國的航母之父啊, - 到底是怎麼一個回事啊, - 問世童哥? - 對,沒錯, - 最近習近平不斷在整肅這個外交體系, - 跟這個所謂軍事體系, - 剛才你提到的, - 人前一陣子不是就說, - 秦剛已經過世了嗎, - 對不對, - 那目前為止, - 前一陣子被抓的火箭軍啊, - 李善福那些人呢, - 目前為止也沒有遭落, - 那最新的這個消息就是, - 中國的這個航母之父啊, - 叫胡問名啊, - 他被判刑, - 那被判刑的時候, - 其實他被兩個罪起訴, - 一個是他貪污, - 另外一個是泄密, - 那這一次只有說貪污, - 因為泄密可是很嚴重喔, - 泄密最多, - 最重有可能是無期徒刑, - 被殺頭都是有可能的, - 那這一次他被起訴, - 他被判刑的原因是, - 因為他在二十年內呢, - 收賄大概約莫是兩千六, - 二點六億台幣, - 那一審來說的話, - 中國的法院是判他十三年, - 那要繳罰款約莫是兩千多萬台幣, - 那我覺得這個關一關還好, - 我覺得這個比較嚴重是泄密的問題, - 但是聖龍哥, - 在中國的泄密不能說對不對? - 對沒錯, - 那絕對不能講啊, - 不能說我什麼國家機密都到美國手上, - 那面子問題耶, - 對沒錯, 泄密的問題可能是不會宣判, - 就直接把你這個關起來, - 或是怎麼樣的這個狀況, - 那事實上不是只有他喔, - 連他們的這個, - 因為他之前的這個身分是中國的這個中船重工, - 那中船重工就是打造, - 中國航空母艦的相關的公司, - 所以為什麼他會被稱為叫做, - 中國的航空母艦之父, - 主要原因就在這邊, - 那其實不是只有胡問民喔, - 連他的二把手叫這個孫波, - 最近也被抓了, - 他為什麼, - 因為就是說, - 涉嫌他把這個, - 遼寧號的這個資料, - 洩漏給CIA, - 所以等於是, - 中船重工的一把手跟二把手, - 前一把手跟二把手, - 現在可能都洩密,涉嫌到洩密, - 甚至有這個貪污腐敗這個事情, - 好,那問題是, - 胡問民的確身分比較敏感, - 為什麼, - 因為事實上他不只是這個中國的航母, - 為什麼他被稱為叫中國的航母之父呢, - 主要原因就是, - 中國第一艘的這個遼寧號, - 是以前的瓦梁閣號, - 瓦梁閣號拉回來的時候, - 他參與到瓦梁閣號, - 改變成遼寧艦的這個整個過程, - 所以他就有這個所謂, - 航空母艦之父的原因, -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 中國第一艘國產的航空母艦, - 叫山東號, - 它是這個裡面的這個, - 研發的這個總指揮啊, - 所以整個這個都跟他有關係, - 難怪他們說, - 他把設計圖通通都給美國了吧, - 對,那這個就很嚴重嘛,對不對, -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 我們先來講一下孫問民這個人, - 他其實以前呢, - 他是在這個大學畢業之後, - 他就到這個蘇州的這個, - 長封機械工作, - 那很早的時候他在坐這個飛機, - 他最早的時候是在1998年, - 當時中國在研發所謂 - 艱石的飛機裡面來說的話, - 就他在研發的過程裡面, - 對這些所謂發動機, - 有非常好的這個貢獻, - 所以他就是說, - 他就變成是, - 艱石首飛的這個總工程師的 - 這個顧問一指, - 所以戰鬥機他也能設計, - 對,沒錯, - 連航空母艦也是他, - 對,他就是整個中國這個航空母艦, - 跟這個航空的裡面來說, -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 那後來中國有一個民用航空機, - 叫新舟六十, - 新舟六十後來就變成是C919的前身, - 所以等於是你看, - 這個遼寧艦, - 山東艦他都相關, - 艱石他也相關, - 然後連C919都相關, - 這幾個項目C919是現在習近平 - 一直在大吹特吹, - 我們中國的民航機的第一台, -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洩漏給國外, - 那當然還得了嘛, - 要把所有中國的驕傲, - 全部都是他靈魂, - 然後他通通洩密的話怎麼辦, - 對,所以就這個當然要究責, - 那為什麼會這個目前要究責, -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山東號的這個總的研發, - 但是因為山東號被人家批評說他很爛, - 為什麼, - 因為第一個目前為止, - 其實山東號從這個整軍到目前為止, - 我們比較少看到山東號出來, - 大部分都看到遼寧號, - 要不然是看到福建號, - 他反而山東號很少見到, - 那為什麼很少見到, - 第一個, - 因為有人傳言說他是用所謂劣質鋼板, - 所以等於性能有非常大的問題, - 那這個劣質鋼板, - 那跟胡文明到底有沒有相關的關係, - 另外是他本身設計的問題, - 因為他的設計是從瓦良格號改良而來的, - 那瓦良格號呢, - 他的這個問題是, - 他的耗油非常的重, - 也就是說他每一天燒掉的燃油非常非常嚴重, - 我們之前不是有看到, - 有媒體拋到說他冒黑煙嗎, - 對不對, - 那為什麼, - 因為他耗的燃油太重的時候, - 他需要旁邊有這個護衛艦跟補給艦, - 隨時給他燃油, - 隨時加油, - 隨時加油, - 那就變成是你作戰能力就不好啊, - 人家只要把你的補給艦打掉之後, - 你就沒有戰鬥力了, - 你就沒有油了, - 所以他就說, - 為什麼他橫掃出來, - 就整個過去有太多問題, - 好,那我們就講, - 胡問敏跟孫波兩個人, - 我覺得都非常, - 這個下場可能堪憂之外, - 最近又出事了, - 我們之前不是中國的國防部長李尚虎 - 已經被免職了嗎, - 目前為止也不知道人到什麼地方去, - 那官方也沒有公佈相關的原因, - 這幾天的時候, - 又免職了三位軍工巨頭, - 一個叫吳彥生, - 一個叫劉時泉, - 一個叫王長青, - 又三個, - 對,他們三個是很重要的人物, - 吳彥生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董事長, - 就負責航天事業的, - 然後劉時泉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長, - 是做的坦克車彈藥炮蟹的人, - 另外一個這個王長青是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的副總經理, - 所以也就是說, - 又有一些, - 你看我們剛才講的, - 胡問敏是中船重工, - 也就是說他們是軍工一體的, - 那這些民營企業, -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民營企業, - 但其實他們都是軍方的這個重要企業, - 所以現在目前的狀況, - 中國的狀況是整個軍工的所有的一把手, - 所有的頭都被抓了, - 幾乎完全被人家換過一輪了, - 所以事實上, - 過去為止來說的話, - 到底貪污腐敗, - 赦命的狀況是多嚴重, - 你就知道為什麼習近平要痛下毒手, - 但是你說這樣就清洗完了嗎? - 我覺得以這個狀況來說, - 就是說我覺得可能接下來還是會有非常多人被抓的一個狀況, - 對,官場當中你看陰謀論很多, - 大家都說你這個表面上說他貪污, - 但其實他應該是泄密, - 不然的話不會一次這麼多人同時間通被撤職嗎? - 那繼續我們帶你看商場上的陰謀, - 英特爾要對付台積電, - 是從台積電才剛剛萌芽, - 他就開始盯著你,監視你, - 看你發展的狀況, - 好,但是你盯著沒有用嗎? - 現在台積電比你厲害, - 好,我們來看到了, - 這個就是英特爾的什麼陰謀呢? - 這是誰說的? - 是台積電的榮譽副董事長曾凡成, - 他是張忠謀創辦人, - 說他是他的最佳戰友, - 也是台積電的創始元老之一, - 曾凡成最近就這麼講了, - 他說當初的英特爾故意下單給台積電, - 掃掃的, - 重點就是他要知道你們的流程, - 知道你的技術在哪裡, - 所以他有計劃的陰謀下單, - 好,那這個34年前的一個故事, - 就持續的追蹤台積電的實力, - 到底英特爾還有什麼樣的陰謀? - 趕快來問問陳彥, - 在台積電拿到英特爾的認證之前, - 其實英特爾問台積電說, - 你們有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故? - 其實都沒有, - 為什麼英特爾要這樣問? - 因為他們自己之前曾經發生過重大的事故, - 導致生產整個製程不順利, - 那也因為這樣1989年, - 當然拿到英特爾的認證, - 對台積電來講當然是一件好事嘛, - 對不對, - 你拿到國際大廠, - 說實在在那個年代, - 台積電跟英特爾怎麼比啊? - 對, - 但有趣的事情, - 曾凡成講的這個東西, - 有兩個重點, - 第一個是少少的單, - 對, - 可是少少單一定是陰謀嗎? - 也不一定啊, - 因為我還不信任你, - 我不知道你的能力怎麼樣, - 雖然我給你認證了, - 但是我們先從少量的訂單開始, - 聽起來合理, - 聽起來合理, -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貓膩是什麼? - 當時台積電是1.5微米, - 英特爾是1微米, - 你怎麼會去給一個, - 比你的製程還稍微落後的廠商訂單? - 基本上應該是說你已經進入了, - 微米內了嘛,對不對? - 比如說0點幾微米了, - 那我自己還沒有到那個水平, - 就像現在Intel, - 給台積電不就這樣嗎? - 台積電已經可以做3奈米了, - 那Intel還有點困難啊, - 或是不穩定啊, - 所以他找台積電下單應該是這樣, - 可是不是, - 找更厲害的人做, - 可是不是, - 所以當然他的目的是, - 他覺得台積電未來一定是一個可進, - 甚至可怕的對手, - 有威脅感, - 所以我必須跟你下單, - 我才知道你現在到底到什麼程度, - 你的速度, - 你的流程, - 你的量率, - 我才能有效的掌握, - 因為我還能跟你討論, - 商場上就這樣, - 即便我是麥肉瓦本, - 我也要吃一下隔壁攤好不好吃, - 沒錯,沒錯, 然後一吃天啊, - 對不對, - 所以我覺得當時Intel一定, - 當然現在來看, - 其實台積電超車之後, - 我認為已經算是拉開這個距離, - 可是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是台積電現在在全世界先進製程的領導地位, - 又面臨到了國際政治氛圍必須要, - 我覺得好幾頭馬車嘛, - 你又在美國又日本又是德國, - 現在Intel做一件事, - 其實過去他是一條龍嘛, - IDM對不對, - 好, - 現在他的2.0是什麼, - 我把Intel這麼大的事業體, - 我把它拆開, - 分拆, - 我拆了自駕技術, - 這是未來的潮流, - 對不對, - 我要設計產品, - 我要產品部, - 我晶圓製造, - 我自己的產品, - 我給我自己的公司的晶圓製造來做, - 但是我開始要做代工了, - 好, - 那你要知道過去, - 他沒有做代工, - 因為他就做一條龍嘛, - 現在如果他要做代工業務, - 他會不會去分拾掉台積電的訂單, - 就目前輝達都已經表態了嘛, - 未來三份嘛, - 台積電, - 三星, Intel, - 現在我們在晶圓代工這裡的市佔率, - 我們是看不到Intel的, - 對, - 可是如果他真的跳出來, - 你覺得, - 以他的領導地位, - 有沒有可能幹掉三星, - 現在市場是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出來了, - 所以市場上覺得intel這樣開始做代工之後, - 他第一個威脅就是三星就慘了, - 三星當然一定是最害怕, - 他現在雙腳都已經在抖了, - 對, - 但是我覺得台積電也不可以小看這件事情, - 目前來講投行是看好, - 分拆五個以後大概價值大概到68, - 以目前股價大概50塊啦, - 對, - 那當然也不會說剛好就漲到68嘛, - 對不對, - 你超過可能性很高, - 是, - 所以為什麼大家覺得他未來的股價標50%的可行性, - 很好, - 因為你過去, - 你沒有做金元代工這個部分, - 你金元代工一旦拉出來這個利潤, - 我們剛才講的是價值, - 我們還沒有談到利潤, - 那因為第三季, - 我看了一下intel的財報, - 第三季他的營收是142億, - 也比分醫師預測的142億, 比分醫師預測的136億多, 年減8%但是計增是9% - 也代表他的效益開始回升, 那他的第三季的EPS多少, 0.41啊, 分醫師是預測0.22啊, 所以代表季辛格現在的手腕跟施展 已經開始讓整個intel的獲利開始上升了, 那你再注意看, 他現在在以色列設廠投了250億, 這件事很有趣, 我們這節目有講過, 你知道六月那時候我們節目不是還特別講, 那時候我們還在分析這件事啊, 因為intel否認嘛, 以色列說有, 那當時我們也說一定有, 結果過了半年現在證實是有的, 所以其實intel早就在佈局, 當然你剛才講現在那個地方有打仗, 很多人說那表示他真的有心要投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最關鍵是什麼, 因為他未來不只投入這麼多錢, 還要持續的採買設備166億對不對, 還有投入人才什麼, 我覺得關鍵是什麼, 表示他對於歐洲市場的野心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在以色列, 這個地方啊, 基辛格已經發好意願, 他要打敗台積電啊, 你到德國去我在以色列啊, 歐洲市場我照樣吃啊, 美國的補貼我拿的可能還比你多啊, 萬一川普當選的話, 你台積電就被我趕出去了, 哇那怎麼辦, 所以台積電還是要小心, 對所以intel現在做很多的一些動作啊, 那當然這些動作都還在佈局階段, 接下來會怎麼樣的這個持續的發酵, 或者他可以拿到什麼樣的好處, 我們會持續帶大家來追蹤, 好不過提到台積電, 我們來看看啊, 今天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台積電未來的新掌門人, 劉德英董事長已經講了, 哎呀他要退休了, 所以呢接下來的一個台積電, 將會進入我們的魏哲家時代, 那到底怎麼觀察這件事呢, 趕快來請教郭正哥, 對, 台積電佔我們台股的市值是四分之一, 而且佔台灣的整個半導體產業是兩成, 佔台灣的GDP是兩成, 所以有必要在明年台積電有新董事長, 我們應該要認識這個魏哲家, 那一般台積電內部人叫他叫希希, 所以我們就來講希希魏的故事, 希希是什麼意思啊, 哲家, 希希魏, 然後另外一個是麥克流, 麥克流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們就來講希希的故事, 那希希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機智跟幽默的人, 那這個故事是2000年左右, 那他時候跟台積電的前共同營運長蔣上義, 他們都是內在美跟台獨分子, 所謂的內在美跟台獨分子就是, 內人都在美國, 然後在台灣獨生, 單身一個人, 所以他們就叫內在美跟台獨分子, 所以都住在宿舍, 台積電宿舍, 兩個剛好住在上下樓, 那有一回台積電的宿舍遭小偷, 蔣上義的東西被偷走了, 所以記者就來問蔣上義說, 你什麼東西被偷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魏哲家在旁邊冷冷的說, 蔣上義這個人, 因為他把老婆的首飾送給女朋友了, 現在老婆快回來台灣了, 要檢查了, 所以首飾不見了, 他要怎麼交代呢? 他說自倒自演演出這齣戲, 被小偷偷走了, 就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蔣上義一聽, 哇你還真機智幽默, 可以想到這個解方啊, 我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 原來可以用這個方式解決問題, 這是開玩笑的, 那代表他們兩個要關係很好, 才能開這種玩笑, 對對對, 這個玩笑還真的, 可是你想想還蠻好笑的, 兩個住在一起, 然後被小偷偷了, 你還可以找到說, 首飾被偷了, 所以老婆來就說, 被小偷偷了, 不是我送給女朋友,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魏哲家, 他都是笑咪咪笑咪咪的, 然後臉胖胖的, 就很福泰那樣子, 對對對, 那這是他一個很大的優點, 機智跟幽默, 再來是他對客戶, 其實也是這樣有機智幽默, 而且他肯吃虧, 雙贏, 所以有講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就來看這張表了, 2009年就金融大海嘯之後, 台積電大整改, 大組織大改組, 所以本來魏哲家是所有管, 八寸晶圓廠的營運的人, 哇他旗下的部隊是上萬人, 等於他是一個軍團司令, 可是那一次改組之後, 就把所有的八寸晶圓廠, 全部歸Mark留管, 就留德英管, 然後魏哲家去管什麼, 管一個新的部門, 叫業務開發部門, 只有100個人不到, 所以在蔣商議, 或是這些老陳的眼裡一看, 你這樣你吃虧, 而且你本來管上萬人, 結果你是一個軍團司令, 管一個偵察兵部門, 因為開發業務, 所以司令變偵察兵部門的頭, 當然可能內心大家會不滿, 而且大家會覺得, 你好像吃虧了, 可是魏哲家其實是欣然接受, 而且在這個任務上, 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知道說, 張周某有這個安排, 其實應該是對台積電最好的, 台積電雙贏, 就應該他把這個交出去, 然後去開發新的BD部門, 所以大家看了魏哲家這個, 就知道, 這個人人屈人生, 所以他很正面思考對不對, 然後勇於影響挑戰, 對, 而且對台積電來講雙贏, 他把生產交出去, 重新去開發所謂的業務部門, 他就會把他做得更好, 而且這應該是, 張周某有生思熟慮之後, 做了思考嘛, 所以你連期, 應該是要歷練他啦, 以後要提拔他啦, 對,而且他也沒有去抗議, 沒有抱怨喔, 他就很開心做這件事情喔, 所以他也在這個部門, 在後來共同營運掌上, 立下戰功, 蘋果那時候一度, 琵琶別爆, 跑到給三星代工嘛, 是魏哲嘉他們做先進封裝, 把蘋果, 現在佔台積電四分之一的業績, 其實是魏哲嘉他們去談下來的, 所以你看, 業務部門開發有多重要, 再來高通, 也是一度是給三星, 現在高通也是台積電的重要客戶, 其實也是魏哲嘉一個重要的戰功, 這重點是什麼, 他知道是什麼要雙贏,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不是全贏, 他也不是因為要爭最多, 所以他知道大家要什麼, 然後如何在裡面做好, 再來講他的小故事, 他也非常的孝順, 也是2000年左右, 台積電的員工跑到台中, 去買新的房子, 新房子, 結果看房子的時候, 房仲跟他說, 這個新蓋的房子, 你們有個台積電的高級高官, 買了兩層樓, 買了好多戶, 大家就很好奇, 是誰買的, 是誰這麼大手筆, 結果是魏哲嘉買的, 他是炒房子嗎? 不是, 原來他把媽媽跟兄弟姐妹, 都接來一起住, 因為他人頭人, 然後也是台中一中畢業的, 所以他家就在中部, 所以把媽媽接在一起, 讓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 幫他們買新房子, 大家住在一起這樣, 所以他非常的孝順, 因為媽媽喜歡, 跟所有的小孩住在一起, 也希望能夠抱抱孫子, 這是父母最大的期望, 所以你看魏哲嘉, 然後, 講上一的時候跟他說, 西頭哪裡很好玩, 所以魏哲嘉, 帶他媽媽去玩了一次之後, 他媽媽覺得非常開心, 每到周六的時候, 一早七八點, 就坐在那邊, 等魏哲嘉帶他去玩, 然後魏哲嘉, 每個禮拜六, 都帶媽媽去哪頭玩, 真的喔, 你看這個人有多孝順, 這個是完全不, 大家沒有看過, 然後再來有一回, 也是講上一看到, 他看到怎麼餐廳門口, 是魏哲嘉, 還有跟以前的科技部長陳亮基, 因為那時候是電子所的所長, 那魏哲嘉跟陳亮基在等誰, 西西在那邊等誰, 如果他們等現在, 前交大校長, 就最近出書的吳崇宇, 一起等, 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一起出書這兩天, 難得你會看到魏哲嘉出來, 這麼開心, 原來, 他們是同一個交大老師交出來, 叫吳慶元, 一個名師, 所以每次只要有教師節, 魏哲嘉跟他的同學, 一起接受指導, 一定會請老師吃飯, 你看又孝順又忠師, 尊師重道, 所以在選這個人, 能格特質的時候, 也可以完全看出, 為什麼選他, 那我們可以從這件事也了解, 未來台積電的掌門,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 現在看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 一位企業領袖, 那未來台積電會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風貌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段回來我們帶你來看到, 台灣的景氣燈號, 哎呀, 這個脫離了, 景氣低迷的藍燈, 現在已經變色了, 變成了黃藍燈, 以前大家這樣講, 這個投資, 你就看著景氣燈號, 就沒錯了, 那接下來呢, 變燈了,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 改變我們的投資方向呢, 休息一下, 稍微忙回來, 好, 趕緊帶來看到, 景氣燈號怎麼樣影響你的投資策略呢, 有人這樣說, 景氣燈號, 藍燈的時候買股票, 紅燈的時候數鈔票, 就是你買在景氣低迷的時候, 到了景氣擴張期, 哎呀, 你就賺大錢, 好, 於是乎呢, 我們來看, 這2023年11月份的景氣燈號呢, 變色了, 本來藍燈呢, 象徵低迷, 我們看到11月份變成20分, 已經轉成了藍黃燈,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下手呢, 趕快來問問庭浩, 庭浩之前就教過大家, 我們怎麼樣看著這個景氣燈號, 在這個買股票嘛, 那現在變燈了, 我們應該要怎麼看它, 這變燈它也不過變成黃藍燈, 所以從週期層面, 它還算是低的, 這樣子喔, 對啊, 所以你很多人在問我說, 這個針對2024年的, 台北股市的目標價, 其實你看最近券商所出的報告, 大部分都在18000點到19000點附近, 其實我認為顧的是有點保守, 因為現在距離18000, 其實就咫尺之咬嘛, 怎麼不可能明年一整年, 認為是一個景氣的復甦行情, 結果只漲1000點, 所以你要想一下, 當時台北股市, 在2020年3月份, 新冠疫情的時候, 景氣信號燈藍燈嘛, 後來台北股市一路漲上去, 到2021年年末, 來到18000點, 終於變成了紅燈, 8000點變成了18000點, 是藍燈到紅燈, 現在藍燈是17000點, 那我們紅燈不就, 那我不要預估, 要怎麼翻1萬點上去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突破2萬點, 基本上是非常容易達成的, 我們今年以來的預測, 其實基本上每個季度都會做修正, 但大致的方向就是持續的看多, 所以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的事情, 現在的週期層面, 仍然不算離譜的高, 怎麼說呢, 因為第一, 外資並沒有做大規模回復, 很多人說, 這已經這麼高, 外資買了這麼多了, 其實外資到目前為止, 今年的買超金額很明顯, 也才2500億, 2500億它是什麼概念, 我們看當時在2020年, 台北股市從8000點, 一路漲到年底15000點, 外資賣了多少, 賣了5000億, 2021年, 當時台北股市從15000點, 漲到18000點, 外資賣了多少, 賣了4000億, 2022年直接賣了1.2兆, 所以這三年賣的金額, 是賣了2兆, 今年買2000億, 所以外資有買很多嗎? 沒有, 那誰買上來的? 陳彥哥啊, 對不對, 那支把他拉抬到現在的, 我們繼續往下看, 具體而言, 如果是以台北股市, 股票型基金的規模, 在2020年, 大概是屬於6000億左右的規模, 現在直接增加了1.3兆, 就是過去三年, 增加了1.3兆, 加上其他的股票全值的推升, 總金額就是買超2兆, 外資賣的金額這麼龐大, 台北股市就一路給他買到現在, 甚至買超的幅度, 還大過他的賣壓, 甚至不只如此, 我們看到在今年下半年, 買超的買盤力度, 它已經不只是局限在股票市場了, 債券市場也是, 你看台灣債券型ETF的規模, 在過去三年當中, 增加了4700億, 這個幅度是18年的多少? 10倍, 很大一部分也是陳彥哥買的, 他自己買很多債券型ETF, 他很得意, 他都在囂張, 我們要留意了, 為什麼外資不斷的進行調節, 但台北股市內資買盤這麼顯著呢? 第一, 外資賣有它的資金移轉的態度, 畢竟台美利差真的在擴大, 台幣過去兩年在貶值, 它當然會有一點資金的流出效果, 但問題在於第一, 台商在18年以後, 回流金額就不斷的擴大, 所以不管是房地產價格, 或者股票價格, 它都受到明顯的買盤意願, 第二件事情, 這一波22年的熊市, 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其變股市跌再重, 定期定額控款的金額只會增加, 從來沒有減少過, 市場炒作熱情是有時候會收縮, 可是純股族從來沒有害怕過, 就不管你的, 本能熊市, 你再怎麼跌, 我會覺得, 我好像扣到更多單位, 我還更高興對不對? 那就是說明一件事情, 2024年台北股市要重返萬八, 或者重創歷史新高, 或者來到兩萬點的位階, 不用靠外資, 就看內資它的買盤效果, 能不能持續退升, 就是一塊小蛋糕, 一下就過了, 那一支它要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它才會繼續願意買呢? 基本面轉好, 我當然就有買的理由, 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分析過, 早在2023年, 在今年四季度, 台北股市的獲利年增率, 你看前三季都是衰退, 一季度衰退四成九, 二季度衰退三成二, 三季度衰退一成六, 可是當時我們在二三季度, 當美國股市科技股, 開始好整的時候, 我們就推估了, 大概隔一到兩個季度, 訂單就要回台灣了, 第四季, 現在預估已經重新回到, 兩成五的政治區間, 明年一整年都是擴張格局, 換句話說, 本輪的衰退期, 就台灣而言正式結束了, 我們往下看, 這很多人說, 不對啊, 明年美國會經濟衰退啊, 為什麼台灣不會呢? 因為台灣今年擴存壓力太大了, 前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 壓力衰得太重了, 所以按照激起效果而言, 明年美國經濟是, 比今年稍微差一點點, 那明年的台灣經濟, 是比今年好的非常多, 舉個例子來說, 2023年台灣經濟成長, 已經差不多了啦, 預估就是1.12%, 那你看到除非, 除了民間消費, 還有一些支撐以外, 其他像是投資, 像是存貨變動的部分, 或者我們看到的出口減進口, 全部都在衰退, 就說明今年製造業是真的不好, 可是按照激起效果而言, 整個2024年, 主技術平均的預估值就是3.35, 就是翻了一倍, 民間消費有支撐, 民間投資存貨變動, 全部在做推升, 那最重要的就是台灣, 全球晶圓代工的部分, 其實幅度也不大, 才對4%而已, 預估2024年就會直接跳升到2.5%, 2025年就走一個平滑的上行區間, 所以如果從-4%來到2.5%的區間, 它基本上就奠定了, 明年基本上就是牛市, 它區別只在於, 它漲多還是漲少, 它是還漲還是急漲的一個區別而已, 所以我們最後往下看, 基本上就目前來看, 市場上有很多的這種投資傾向, 它會偏好去投資一些高股息, 為什麼呢? 因為高股息ETF, 今年的績效非常的亮麗, 它又跟AI有所聯動, 比如說我們看到前幾名的, 像是凱基優選高股息, 今年漲幅有6成, 大華優利高天息, 今年漲幅有5成7, 元大高股息0056, 今年漲幅都有5成5, 你看前幾名清一色的ETF, 表現超越於大盤的ETF, 都是高股息的ETF, 很多人說, 那我更偏好, 因為它剛好有AI股, 它的配息又很多, 但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的事情, 隨著今年11月份, 台北股市的大幅拉抬,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的殖利率, 正在快速的滑落當中, 去年整個22年, 台北股市現金鼓勵殖利率, 有5% 今年直接掉到3.73, 明年下滑速度會來得更快, 所以股價高了, 殖利率就低了, 沒錯, 所以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的是, 很快, 在新一輪的股票輪動當中, 成分股的更替, 它可能就要進行大量的, 針對這些AI伺服器概念股的出脫, 為什麼? 因為股價漲太高了, 很有可能會直接進行剔除, 所以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的是, 如果你現在考慮的是高股息, 第一, 明年按照現在的價位, 它的殖利率其實並不是特別高, 所以你明年配套息會很少? 比較少? 配套息不變, 但是你買的成本價比較高, 所以殖利率換算起來是比較低的, 你的投報率相對沒這麼高, 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想, 明年是一個景氣擴張格局, 你就直接去做多全職股科技型ETF, 明年的績效就會非常亮麗,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週期的概念, 今年漲得多的, 不是說明年一定不好, 而是說它明年推動的要件, 那今年都漲六成, 你明年還想漲六成嗎? 很難, 但大盤今年漲得兩成多, 科技股開始復甦, 隨著明年的上行通道, 我反而覺得全職型ETF, 科技型ETF, 也許能夠帶給投資朋友, 在明年更加亮麗的表現。 所以廷浩你的意思是, 今年買很多所謂的高股息, 類似這樣配息的一些ETF, 你明年其實應該換一個想法, 你直接去買不要配息的那種, 直接就是衝了啦, 什麼科技啦, 那種直接它會表現很好。 我認為直接去對讀整個景氣的上行區間, 我們明年年底可能笑得更開心。 好, 謝謝廷浩, 那麼趕快在這個時候告訴大家, 明年可能有的變化, 所以你趕快做一些你的佈局, 你如何調整囉。 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車囉, 台北車展已經正式登場了, 那今年在車展當中呢, 到底有哪一些很厲害的車, 夢幻車款, 蓮花跑車啦, 藍寶基尼啦, 到底車展當中, 我們要看哪些亮點呢? 來問問陳彥, 好, 當然, 身為這個車展達人, 車展第一個要看一定是showgirl, 不是, 車展第一要看一定是要看展出的車輛, 就可以知道大家對於未來景氣的預測, 那我問一個, 在最厲害的車旁邊修葛都真的最正嗎? 真的很正, 不是, 其實都正啦, 都正啦, 當然因為你這麼厲害的車, 你不早正一點, 譬如說像資玉這樣對不對, 去站台一下, 你不用硬要講這種話, 我覺得有點硬拗了, 謝謝你不用, 當然基本上, 為什麼我講今年的車試, 特別值得一看, 景氣不好的時候, 車展出來的車都不怎麼樣, 真的, 景氣不好的時候, 出來展示的車都不怎麼樣, 今年就會, 我跟你講, 剛才庭浩講得非常好, 2024年景氣真的會很好, 為什麼, 你看今年車展一端出來的車, 我跟你講, 車展的就是要賣車啊, 對, 我擺一個車, 我其實已經預判景氣不好, 沒有人要買這個車, 我花那麼多錢, 那個展位很貴耶, 對, 那我又把車這個弄來, 還要找showgirl, 還要在那邊跳舞, 還要發禮物, 還要叫他盡量穿少一點, 這花那麼多錢的情況下, 我車子如果賣不掉, 我搞這麼多幹嘛, 所以我認為2024年, 從光車子會展啊, 我們來看這一台, 這藍寶基尼, 這台很誇張, 售價是7000萬新台幣, 它的塗裝就青天白日滿地紅,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帥氣, 那全球只有限量40輛, 830匹馬力, 但是我要講, 因為這台車其實只有1.3噸, 很厲害, 因為整個碳纖維的輕量化, 所以他讓他的0到100, 只有2.6秒, 甚至他急速到250公里的, 當他衝到250公里, 你知道那個下壓力1200公斤, 你這個整個車子設計要非常好, 當然在這當中, 我們現在講這個也沒什麼意義, 因為他已經賣光了, 他賣光了, 他7000萬耶, 可是你要知道喔, 加碼星爺為什麼要把這一台車拿出來展示, 不是他賣光了為什麼要展示啊, 你買不到這一台, 你一定可以買別台啊, 對不對, 哇這麼厲害, 我買不到, 那為什麼, 在開發的時候就賣光, 你要知道全世界有錢人就是這樣, 可是這台也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買, 上次我們還講過要面試, 這個更誇張, 這台車你要買不好意思, 你要先上課, 上這個課是有全球頂尖, 不管拉力賽, 還有賽車的冠軍, 環法的, 這個你要去跑我們講這個, 這個整個這個賽道, 你要好好的上課, 然後跟著他, 把他跑完, 因為駕馭這種車, 後輪驅動馬力歐這麼強的車子, 不是油門踩下去這麼簡單, 要像你這種專業賽車手才可以, 可能還沒有辦法完整的上完整個課, 真的啊, 因為你要知道他駕馭這個車, 你以後就是要開這個車啊, 對, 你上完課好興奮喔, 車子要運回去, 不好意思, 這個車, 你要開的時候就麻煩你的電話預訂, 因為他會放在奧地利的車庫裡面,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車我會被人家弄, 沒關係, 你用手機上APP看, 真的, 哇, 想他的時候再來, 好不好, 這根本就金屋長焦了嘛, 對不對, 買了一台車, 看不到摸不到, 只能用手機看, 我的車在這, 你看, 你看, 所以這次台北車展看得到他耶, 看得到, 那趕快, 當然我相信應該不會讓大家去碰啊, 因為這種, 你就可以遠遠的, 遠遠的看他一眼, 你不能指紋在上面, 這個都很麻煩, 那當然, 還有包括另外一台, 也是加馬興業展的這一個是, 那個蓮花的這一台齁, 那過去蓮花是這種, 所謂的硬頂的, 硬頂的跑車, 什麼意思, 就是他很硬漢作風, 坐也不舒服, 他講究這操控的性能, 但是這一次推的這一台, Lotus推的這一台, 我覺得還不錯, 叫Emera這一台, 我覺得好是第一個, 價格很親民, 定價是538萬, 定價是538萬, 我們先聽完7000萬, 就覺得500萬好便宜,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價值觀好像錯亂, 我跟你講500多萬真的很便宜, 因為如果你買保時捷的跑車, 看起來三四百萬, 但是東加西加大概也五六百, 那這一台, 基本上你也不用加什麼配備, 直接就上, 就可以了, 那重點是什麼, 我為什麼講好, 因為他整個內裝舒適又豪華, 舒適又豪華, 然後重點你還可以手排, 這是這一次車展當中, 你都可以看的, 那我們再回去前面, 我再帶各位看另外一台, 這一次應該也可以看到, 是麥拉倫全新超跑GTS,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一台, 跑車最大的問題, 就是底盤太低, 我上次看到一台車卡在那個, 要下車到那樣卡半天, 我笑翻了, 對不對, 我開出去, 再開回來他還卡在那, 底盤太低, 可是這台車做了一個很厲害的設計, 4秒, 他就可以把底盤升高, 哇, 這個對於開跑車來講, 是多麼, 不可思議的事情, 以後我買這台車, 我就不用擔心下不去這個, 這個地下停車場, 對不對, 馬力626匹, 極速327公里, 0到100叫做3.2, 我覺得這一台也很棒, 也值得好好的關注, 好, 那麼這個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商業週刊這封面故事啊, 非常非常的應景啊, 就是呢, 去調查, 來一個大調查企業家, 到底呢, 他心目中心儀的國家領袖, 到底是誰, 理由又是什麼,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我們來看到企業家票選, 到底誰是他心目當中理想的總統, 這是這一期商業週刊的封面故事啊, 到底, 大家票選出來是誰, 那理由又是什麼, 趕快問問郭政哥, 對, 我們這一次動員了515個企業家, 包含了市值上千億以上, 還有各行業龍頭, 還有我們商周CEO學院的學員, 那做了這一次的民調, 當然我們在看這個民調的時候, 當然是不同的領域去看啊, 當然國際地位這一塊, 其實大家喜歡的是賴清德, 那如果是拼經濟跟互聯, 兩岸這一塊, 就是兩岸這一塊, 其實是賴, 侯友宜比較受到親愛, 那是我們其實更應該去看的是, 每個企業家, 尤其是我們親自去採訪之後, 他提出的各種經濟建言, 原來這裡面背後的故事, 才是最有趣的, 所以我們看喔, 他其實大家最在乎的其實是, 處理兩岸的經貿, 跟有利經濟成長這一塊, 還有國際地位, 其實是非常重視的, 然後再往下一頁看, 會看得更清楚啦, 為什麼缺工問題, 會是這一次大選很多企業, 我們在民調裡面, 他把它拿出來談, 其實原來他是跟, 我們真正去訪問的時候, 才知道他們關心的是, 台灣年輕人加薪, 還有產業升級的問題, 那缺工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 嚴重到我們很多行業, 其實是真的沒有辦法, 把產能開起來, 例如餐廳可能, 一到五只能做晚上, 中午不能開, 做很多客人, 其實我還是沒有辦法, 你永遠訂不到位置, 是因為我桌子根本沒開嘛, 所以你已經缺工到, 甚至還有飯店的櫃台, 被台積電挖走, 加一半的薪水, 然後整個南科的飯店, 就沒有辦法開, 那缺工的問題, 其實也不能怪說, 台積電搶工的, 而是長期性的問題, 所以他們提出來說, 我們其實從缺學校開始, 到工廠缺, 飯店缺, 最後我們會連軍隊都缺人, 那這個缺工問題, 其實是少子化的國安問題, 所以他們把它提出來說, 政府其實你必須要儘快, 解決缺工的問題, 不然我要更多的投資, 更多的所謂的工作機會進來, 讓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加薪, 我做不到啊, 因為我的產能沒有辦法開嘛, 我生意沒有辦法做, 所以它是環環相扣的, 對,一個扣一個, 我們真正去反彈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缺工問題的層面, 影響這麼大, 所以企業家把它提出來是, 我們需要升級, 我們需要讓台灣年輕人加薪, 不是單單來引進移工, 讓更多的低性移工進來, 不是, 原來缺工是這樣的, 所以要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民調出來, 還有我們報導出來, 是這樣去思考問題, 再來是兩岸經貿, 我們也很意外的發現, 你看ECFA在右邊這裡, ECFA的排名, 竟然是在這麼下面, 尤其中國最近, 上個禮拜我們也談到ECFA, 12項嘛, 事實上800多項, 4000多億裡面, ECFA的排名, 其實非常的後面, 企業家不是以前都說, 大家很重視ECFA嗎, 中國今天, 國台辦還說, 我們ECFA要九二共識嗎, 可是我們真正去問企業家, 真的去反彈的時候, 他就講, 我現在不離開中國, 我都沒錢賺了, 我還會在乎ECFA嗎, 產業鏈的整合, 不是我能決定的, 是國際供應鏈決定的, 我正要把工廠搬到馬來西亞, 搬到泰國, 搬到印尼, 搬到越南, 我還需要ECFA嗎, 所以ECFA的那個重要性, 在企業家心裡頭, 其實已經降低了, 往下低了,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因素, 我們就繼續問嘛, 我們還去追問說, ECFA為什麼沒有CPTPP重要, 因為當你供應鏈在整合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工廠其實是搬到美國, 搬到東南亞, 搬到其他國家, 所以大家更希望, 你能盡快談東南亞的經貿協定, 或是美國的經貿協定, 所以CPTPP反而在上面, ECFA反而在下面, 不過我們還是要往下一層去解釋, ECFA還是重要的, 第一個很多企業提出來說, 產業轉型, 還是需要ECFA這件事情來維持住, 因為你畢竟還有很多生意是在那邊, 有4000多億的生意在那邊, 所以必須要利用ECFA這個機會來做升級, 第二個其實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裡面, 其實你也不能完全勒努中國, 所以兩岸經貿問題, 你還是要解決, 你還是要跟他談, 因為你要加入, 如果他堅決反對, 就是你東南亞的RCEP, CPTPP, 雖然是日本主導的, 但是中國如果強力反對, 你也可能沒有辦法加入, 所以ECFA某個層面, 它是政治議題, 不是經濟議題, 對企業來講, 在意的不是核包, 而是台灣怎麼加入世界, 當然總結, 他們的心聲是, 加入世界比單獨依賴中國重要, 這是兩岸經貿這個題目, 我們再來講, 他也非常在意缺電的問題, 確實企業界已經明明白白的講說, 缺電是事實, 不能靠數字來美化, 台電就一直跟你說沒有缺電, 但是人家在第一線用電的人, 就跟你講就是缺電啊對不對, 不能用數字去美化這個議題, 很多企業其實經常, 這幾年來經常一跳電, 賠掉了一整天的收入, 而且買了很多發電機, 或買了儲能, 那這個問題其實你還是要解決, 所以核電為什麼會在這一次裡面, 在綠電跟核電裡面, 你看綠電的重視度, 核電政策的重視度很高喔, 他被拿出來討論, 當然我們不是說, 這個拿出來討論, 不代表永和跟廢核喔, 但是他會認為, 你必須要思考這個選項, 到底要不要這個選項, 就不管你怎麼樣發電, 但是至少你要供電穩定嘛, 對,所以供電穩定度, 供電穩定度是排名到第二名, 那也是對於現任政府, 以及對於未來領導人, 他最重在意的事情, 尤其是科技業沒停電, 傳統產業停電, 那這個當然會讓很多傳統產業, 其實很不開心, 再來我們來談, 兩岸戰爭這件事情, 國美很意外很多企業, 不擔心兩岸戰爭, 他是分兩極化投票,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很多的傳統產業老闆說, 李登輝時代就已經開始, 有這麼緊張的狀況, 請問有打過嗎, 所以他們不怕, 可是科技業非常的怕, 是因為他的客戶比你更怕, 客戶看到中國軍機, 在那邊一直飛來飛去, 他會擔心有問題, 有一種怕叫客戶很怕, 所以把訂單轉移出去, 所以科技業在我們這次調查裡面最怕, 當然有企業提出來, 和平不是求來了, 和平是要讓對手知道, 和平很重要, 讓他知道, 如果發動戰爭是有代價, 我也蠻訝意企業, 會填出這個答案的, 讓對方知道, 你發動戰爭是有代價的, 對,所以呢, 這超級探視量長, 大集庭的結畫, 豈沒人說得到更多, 一人就變成更多,